以前这只向着姨姨们招手的阴阴怪 就是海南大岛主供供 供供出生在2013年 爸爸是卢卢 妈妈是凤妮 继承了爸妈的优点 从小就长在姨姨们的审美上 是2013届的阎王 还获得了全球最受欢迎大熊猫金奖 我们知道兰姐刻过供供和南南CP 可是供供的初吻早就被熊夺走了 夺走她初吻的女霸王 就是奔驰家的大小姐心安 心安跟供供一起上幼儿园 两只画风反差比较大 心安喜欢躺着吃损 而供供则喜欢坐着吃损 心安小时候长得比较像老爹圆圆 嘴筒子有点长 两小只的性格也不一样 心安比较活泼好动 而供供从小就比较绅士 体育课落后心安 据说她的跑步摔跤都比不过心安 但如果心安太过分的话 她经常会用气场压制心安 一个眼神刹过去 心安就掉落走 这点继承了卢黄的风采 不过供供暖男很受大小姐的喜爱 被心安按在地上各种轻 供供表示住嘴安胖 我可是你救死 他们长大之后 心安去了南山主海实现主损自由 而供供和弟弟顺顺比较倒霉 去了一个动物园 过了很长一段苦日子 猫粉们争相奔走 让动物园整改 供供和顺顺才被送往了海南 过上了富裕生活 不用饥寒交迫 还有奶爸奶妈的宠爱